好,花蓮市立幼儿园为了要加强学童们的防灾观念 在每学期都会固定来办理防证及消防复合式的演练 其中包含了防证演练、防灾宣导、灭火体验 还有消防车介绍等等 借由一连串胜利其境的课程 让孩子们万一面对灾害来临时 可以有更多正确的判断以及应变的能力 小朋友听到地震警报响起 在老师的引导下立刻戴起头套完成趴下 掩护、稳住等防护动作 直到警报解除 随后警戒而来的又传出火警 小朋友们也遵照不退、不跑、不渝的指示 竟数数三至户外集合点集合 为加强学童们的防灾观念 花蓮市立幼儿园在每学期都会固定办理防证及消防复合式演练 其中包含防证演练、防灾宣导、灭火体验 还有消防车介绍等等 一连串胜利其境的课程 不仅让小朋友体验到消防员的辛劳 也认识到避灾的重要性 因为希望在孩子的幼儿园阶段呢 可以落实他们的生活经验 将防灾防证这些经验带到孩子的生活中 所以我们上下屈膝各会办一产复合式的防灾防证 复合式的演练 那今天的演练呢有包含灭火体验 烟雾体验跟消防车体验 那希望孩子透过这些的体验呢 可以知道呢如果在地震火灾发生时 该如何在第一时间保护自己不慌张 华联市长魏佳贤也感谢华联市消防队 协助这次的演练 他表示防火避难逃生观念 及要领要从小扎根 希望透过消防宣导体验活动 让每位小朋友都有正确的防灾观念 一旦灾难到来的时候 能更好的保护自己 更好的掌握逃生技巧 记者徐立芹华联市报导